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現在就在Narita 東京的成田機場 等待這個逛逛 然後準備終於可以回香港了 不 終於可以回溫哥華了 很掛念家了 我們由2月27日離開Vancouver去香港 差不多住了一個月中間去上海 現在去到日本玩完這10天之後 終於開始很掛念家 很掛念溫哥華了 感覺上很期待到這個自由的天空 因為香港都可以的 可以周圍Cover 香港很方便 去到日本 我們是兩老長者團 喝飲食食 浸溫泉等等 好像很開心 但原來兩個年輕人帶著兩件老的 四件老人家都頗辛苦 我們有一個包車旅程 不過一包車就很受限 去哪裡都要大家一起約定 開心之餘也很懷念 我們可以隨時回溫哥華開車 去哪裡就去哪裡 幾個小時出發 幾個小時出發的 這一種粵魚 所以現在很掛念去溫哥華 留了計 留了幾天了 對 留了幾天 最後這幾天在東京 因為我們先去大阪 大阪玩了4-5天 然後再乘JL去東京 東京留了3天 去了兩個地方浸溫泉 最後那幾天不知為何 玩的也沒什麼 雖然鷹渣各方面很漂亮 我們到處去神廟 看鷹花 又吃東西 雖然很開心 不過都是很掛念溫哥華 很想快點回去 還有雖然這一個半月 就不是完全停工 都保持Parla 做了很多交易 然後有很多resale 客人繼續communication 但總是深方方 好像沒有做過事 但其實有做事 但沒有做過事 很想回去溫哥華 繼續工作 辛苦命 可以捱 辛苦命 不是 你一種責任感 好像沒有上班 以前打工這麼多年 哪有這麼長的 離開工作崗位的假期 所以突然有些不習慣 好了 言歸正傳 其實今天這段影片 都是很快地和大家 開心分享 和 catch up 就是上次在香港 3月18日的時候 搞了一場活動 主要是Open House的形式 和很多香港的朋友見面 看看他們想知道什麼 盡量提供多些二手樓 樓發資訊 原來我發現 原來除了這些買賣樓的資訊之外 還有很多大家有關於 稅務會計 和 mortgage 貸款方面的資訊 Kerry未必可以全面解答到大家 也不應該去解答大家 因為我不是貸款 或者貸款經紀 或者稅務會計師 所以我也有一個想法 希望未來回溫哥華 都會組織和會計師一起的一些活動 未必一定是講座形式 但可能都是一個FAQ 問答形式 都要跟大家討論 因為今次我在活動裡 都沒有用講座形式 反而是大家come and go 就發現原來坐在那裡 大家聊聊聊 反而可以問到更多的 information 可以知道大家更多的東西 都希望用這種形式 像小組討論 小組形式去舉行 時間暫定會是4月底 或者5月初 所以無論你是貸款方面 還是稅務方面 這兩樣東西 如果你是有問題的話 我都邀請你去到我的網頁 kerryquite.com 你進去就會有一張表格 就是參加稅務或者貸款 小組討論 或者活動形式 都要麻煩你記錄下 你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不會有講座 直接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再展開討論 希望這樣的形式可以更加幫到大家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準備上飛機了 嗨 溫哥華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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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